野人猎手拿起了自己的长毛向前冲锋 并且我们发现这个长毛十分的不普通 它是白色的 很多小老板告诉我 这就是一把普通的长毛 错 其实这把长毛有两种形态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迷你世界中的野人非常常见 如果你击败过野人猎手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野人猎手在白天的时候 他会睡觉 并且他会紧紧的抱着自己的这根长毛 但是这个长毛非常的不普通 你手机表情报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野人猎手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你们看在夜晚的时候 野人猎手的眼睛 它会变成绿色 但是在白天的时候 他的眼睛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其实他的长毛就和他的眼睛一样 在夜晚也有专属于他的颜色 而这种颜色需要借助到一个小伙伴 小伙伴们 你们看 当野人猎手靠近这个伙伴以后 我们发现他的长毛从白色 变成了火一样的红色 所以这就是这个长毛的第二种形态 所以野人猎手他其实并不普通 他的长毛也有两种形态 你们知道了吗 点个关注 下期继续